我還記得跟那個醫生說 我的肩膀之前是脫掉了 但我拍了回去 你怎麼會拍進去的 那時候其實在海裡已經拍了 忘了我留了這件 其實意外就是意料之外 當然啦 有一個朋友問我 是否剛剛已經玩完了 其實不是啊 我們剛剛倒步 所以已經要花回頭 那完全沒有上去那個島 沒有啊 基本上我們都要走廿多分鐘 才開始有信號可以打 可以叫白車 整個過程 固然自己就真的有點迷迷惘惘 都不是很清楚 原來這隻腳有那麼多血 原來這隻手就是這樣 然後人有少少開始震 在這個情況下都順道想回岸 總之就離開場地 即是想去醫院 回家吧 當然去醫院 那時候其實都沒有想過那麼多 我直接去了最近的公立醫院 也沒有想過去私家 那時候我還記得跟那個醫生說 我的肩膀之前是脫了 但我拍了回去 你怎麼會拍進去 那時候其實在海裡已經拍了 忘記了我留了這件 因為那時候那隻腳的手很痛 正常很痛的時候就會握緊 然後突然一下 進去嗎 好像進去 但其實那隻手很鬆 很痛 是 當我去到醫院的時候 他們說 因為你進了海水 那你很多傷口 其實整隻腳好像Wolverine爪傷 有四條痕 因為在石上 是 有一些蠔殼 然後要留院幾天 那也是第一次經驗 那肩膀需要再做東西嗎 那肩膀給了一個托給我的 那隻手不讓我動 但是平時走都不覺得痛 一躺下來 立即就很痛 因為那個角度上 是 就算你怎樣睡的姿勢 都會痛的時候 你怎樣都不行 我睡不到覺 真的睡不到 會不會枕頭 弄高一點會好一點 好像坐 有一點幫助 但那一刻 真的不行 這個痛痛了多久 足足痛了兩個月 兩個月睡覺都這麼痛 對 基本上每次的止痛藥 一到三四個小時 沒效的時候就會痛醒 哎呀 很痛苦 我沒有試過 10時做點睡覺 凌晨2時就醒 吃藥 3時再睡過 早上8時起床 再吃藥 下午再睡一次 一天睡三次 每次睡三個小時 都不太多 現在康復了嗎 現在康復了很多 現在康復了 現在已經康復了 現在已經可以做所有正常的事 除了是一些 觸碰運動 即是會有碰撞的運動 打網球的那些可以嗎 可以的 小心一點 但是別人說如果脫掉一次膠 就會鬆一點 對 會容易脫掉 所以我們做很多練習 就是要鞏固肩膀的位置 通常都是一些出外的動作 或者向內的動作 其實打羽毛球 這個動作是最危險的 就是拿起手 預備拍 預備開球 對 向你的右手邊 向另一隻手 90度 這個位置 人家一跨這個位置 就會脫掉 所以絕對不可以打籃球 那頭三個月 而就算現在遠無球 我現在可能只有六成的力 因為我鞏不了那麼厚 但是也要 因為你不去做運動 它不會越來越好 對 要多些肌肉抓住它 對 不過你想想另外一樣 我記得很久之前 看過一部電影 Mell Gibson做的 他被人捉住了 他在一個警探 然後就在一個 好像一個壁 一個籠 他要走出去 原來他經常脫掉 他就弄掉自己的膠 這樣就夠過了 就可以逃離了 不好當中有少少 但是這個儘量很避免 醫生都說你脫掉一次 就有機會脫掉第二次 如果再脫掉兩三次 就會很長 很長 所以你第一 儘量這次都很小心 要確保鞏固 不久前我都會再重複 照前前說 一切正常 而且你以後要很享受你的睡覺 對 原來不用吃藥 就可以睡得那麼舒服 休養期間 家裡有沒有發生甚麼事 其實趁那段時間做其他事 例如我做了矯視 你本來是戴近視 對,五六百度 那時候平時都會戴眼鏡 既然那段時間 我又不能外出 又不能做任何運動 你去做矯視 都要不戴隱形眼鏡 不去化妝 所以趁那段時間做了 都算是有一個正確的事 你說沒有寫歌 但也有一首新歌 說一下這首歌 給我們聽 到年尾的時候開始寫了 可能我很久沒有寫歌 所以一寫就寫了很多 我本來寫了十幾首歌 然後他們說 好聽 但可不可以再好聽 那時候good take 可不可以再好一點 其實我們想 真是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情感是要再昇華一個層級的東西 很虛幻 但我知道我要做些甚麼 這首歌比較暗黑 對 你以前那些是 positive 我要一個edgy的歌 我想說一些真是很想說的故事 那時候一兩個禮拜又寫了七首歌 選了這一首 這首歌叫做時間的囚犯 很少公司會問我 或者監製會提個波給我 我說你要去發展這首歌 通常都是填詞人 去感應Phil的感覺 而寫一份詞 覺得Phil應該去唱這首歌 這次他說不行 你已經入行十年了 你是創作歌手 你要講你自己想講的話 我心想 其實很少會這樣 我真的用了很多時間去想 就講了一個故事 就是講關於人有很多的 expectation 我們面對很多的焦慮 這首歌是講關於時間和焦慮的問題 當大家經常覺得 某個歲數某件事 在某個時段 你要做到某些事 你自己心理上覺得 I expect 我將來的事會是這樣 我的family有多少人 我要做到甚麼 當你做不到的時候 那個失望 你就會給自己壓力 對 失望 還有當時間的 deadline 越來越近的時候 你的焦慮就會越來越提升 令你失眠 令你整個健康狀況差了 但你說你是很樂觀的 你也會這樣嗎 少量 但我見身邊很多其他人 尤其是去年 過往一年 當大家經常說 一定要身體健康 不要生病 這個是好的 但去年 我相信是這十年以來 最 mental health 是最差的 精神上 所以這首歌是想說這件事 故然之 以前的事 你改變不了 將來的事 但現在 還算安好 其實也是一件事 這首歌是想說這件事 我記得我最初 我還沒看過歌詞 我心想 其實我是用甚麼身份去唱呢 是身在當中的我 還是我唱給某人聽 還是我其實是過內人 其實到最後聽到歌詞 就是說 讓我為你撥開魂巫 其實是說 I've been there done that 其實What's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其實有些人可能 心目中 可能是美滿家庭 是一堆小朋友 然後發覺原來 根本是無法生病 那你這個失魂 你怎樣去面對呢 就算是從我的個案子 有些事我想做到的 真的有機會 一輩子都做不到 I will have to be able to live with that 我要 move on from that 但是都要去試過 不可以說好像放屁 還有機會可以去做的時候 當然要追 追不到的時候 你要懂得放手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這首歌是說的 我們要請示範對 每個人aret商人 都會找到 這裡 你 我會再願意 我會 你 給你